上午九點半在太古倉碼頭 手斑水上茶居人氣十足 遊客陳女士一家 帶著來自四川的朋友 來看珠江兩岸美景 品嘗一中兩見 因為他們都是外地過來的 那麼我們都會點一些廣州的 比較有特色的一些點心 像蘿蔔糕、鳳爪、蛋塔、亭仔粥 又是在珠江上 可以感受一下珠江兩邊的 這個美麗的風景 結合廣州央成點心貴活動 水上茶居在假期推出多重點心福利 既有包含火龍果汁鮮蝦餃 醬黃絲椒蒸鳳酒等經典點心的四人套餐 還有一元購買蠔汁叉燒包等優惠 盛船、賞景、品味食可以同時體驗 很好吃 好吃嗎 今天好不開心 開心 剛剛有寶寶生日 然後我們就帶他上來 因為我還沒坐過船 所以就帶他過來坐船喝茶 國慶之駕期間 珠江遊、日遊航班、下午茶航班 和夜遊航班都推出了豐富的活動 他像這首南海神號 一遊的時候他是水上茶居 夜遊的時候搭著一艘船 就可以穿越到大堂盛世 推出一個遇見大堂的沉浸式的主題航班 通過劇情演繹、舞蹈表演 還有遊戲互動等等的多元模式 帶給遊客大堂盛世的一個場景 其次就是我們的俄壇印象號 是親力打造了一個叫做華流音樂節 入夜珠江兩岸華燈催灿 國慶主題燈光秀閃耀登場 不少遊客乘坐遊船欣賞光影畫卷 珠江夜遊客樓創新高 廣州海事局的數據顯示 10月2日珠江夜遊單晚發送旅客 達41,925人次 創落有旅客人數統計以來的歷史新高 國慶假期前兩天發送旅客超7.7萬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長54% 下集結束 下集結束 下次再見 中文字幕——YK